是央行也有要同意才行 那我想請問 因為将来不是只有这一种 衍生性金融商品 可能未来还会有再新的 衍生性金融商品会出现 那央行是要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决定 用什么样的标准来审查 准与这样子的商品贩售 要按一下 TRF它是由四个好几个外币的选择权 组成的衍生性商品 那外币选择权呢 它是在82年的12月已经开完办理 所以根据这个选择权 去structure-structure-product 它是不需要再核准 对那你的意思是说 我跟委员再报告 事实上这个TRF在95年的10月 已经开办了美金跟日元的TRF 97年跟着办美金跟人民币的TRF 因为过去人民币一直升 所以这些从事TRF的都赚钱 但是呢在103年的3月跟104年的8月跟104年的12月 人民币有三次的贏值 三次贏值之后做TRF我们就亏钱了 那亏钱的时候我们发现这个有一些银行做TRF有个缺失呢 就是为评估客户从事该教育的适当性 就是KYC没有做好 为告诉客户产品所涉及的风险 及最大的可能损失 就是KYP没有做好 第三个呢做TRF的呢 它不仅很多不是避险而是投机 所以我们在103年的3月呢 中央行跟军管会的一个金融政理联席会议的时候 中央行就提议应该要加强管理 所以军管会之后有三波的加强管理措施 没有错 这个是过去就TRF的事情 那我现在的问题是 类似 因为衍生性金融商品不一定是这一种 它有很多种模式 像以前的联动债等等 我们是要 有没有什么样子的审查机制决定它要不要贩售 这个审查机制是怎么样的状况之下来决定 这个商品的贩售的过程 跟委员报告呢 因为现在大家都金融自由化 对不对 所以我们原则上呢 做一些基本的管理之后 它衍生性的商品的话就由他们自由发展 不过最主要的就是说平常要摸你的它啦 不是说每一样东西都要你要准 就是要摸你的它 它也没有做好 那您的意思是说衍生性金融商品 你的认为就是说它的管制程度是应该要小啦 但是像美国的银行 你记不记得上次发生联动债之后 美国的银行对这一种 其实对客户不公平的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 是对银行采取重罚的方式 那台湾几乎没有这样子的可能性 尽管金融会有给它罚款 不 台湾的罚款小小的嘛 停业 美国 停业罚款 它是停止这一种TRF的贩售 那这个对它我是认为不痛不扬 因为美国的银行在联动债 被处罚是几十亿美金啦 那个金额是非常的巨大 跟台湾目前是没有这样子的机会 那 再来就是说我们台湾 这到底在我们的金融界 有没有一群人 就针对这种衍生金融商品去研究它是否公平 这契约的买卖 照理来讲 风险很大的地方利润才会很大 那如果有一种商品它在 开始设计的时候设计者就把风险都 把它推给下手 自己不承担风险然后在那边赚钱 这个在我读法律人的眼中 这就是一种不公平的契约啊 所以包括委员这可能要加强 就是KYCKYP的这些管理 让它推出的产品呢 要符合这些规定不能够 说说只要获利啦 那么让客户承担很大的风险 好那 那我现在就问更进一步的问题 你贊不贊成就一个 因为消费者 他在资讯上他在法律能力上 他在经济能力上都是相对的弱势 而且弱势很多 你贊不贊成国家在这种衍生性金融商品 应该 要准许他贩售之前就应该给予审查 用 比较高的能力 比较高的法律能力 比较高的这个 来去审查他们进来的这些 衍生性金融商品是否公平 我想 吴委员这意见很好 好不好 给我一段时间 给我一点时间 我去跟郡王会来Enjoy一下 好 希望这个 是一个重大的课题 因为今天 A产品 发生的问题 处理了 改天B产品又出问题 B产品问题出出 大家又有一个方式来处理 C产品又出出问题 这个动脑筋在设计这个游戏规则这些人 他以前有部电影叫华尔街之狼 他的意思是说就是利用自己可以设定这个游戏规则的机会 去制定不公平的契约 然后从这中间谋取暴利 那我们台湾因为自己的市场规模小 这些衍生性金融商品几乎都是从外国来的 我们的银行只是 从 说难听一点就是 从兼贩售然后赚一点commission 代销啦 对啦 啊结果让我们自己的客户 蒙受巨大的损失 我觉得这样相当不致 我个人认为这样不致 那延续刚刚前面几位委员的发言 你有没有发现 其实现在 很多国家的都在量化宽松嘛 都在印钞票 那美国当然现在在考虑说他是不是要提高汇率 然后他现在不要提高他的利率 然后他不要再印钞票 可是美国以前印过啊 他Q1Q2就印了很多了 那现在日本 中国等等国家大家拼命印钞票 原因是因为想要用财政政策解决经济难题是不是 事实上 现在有 未来宇宙的声音呢 都觉得说 不要让货币政策呢 过度使用 因为要搭配财政政策 以及结构性的改革 而且呢 在资金匡松的习惯之下 政府去推动财政政策呢 不会产生资金排挤的效果 所以财政政策呢 它的弹性呢 这个程式很高 在当年呢 就差不多有1.5倍 在四年里面呢 可以达到3倍 那财政政策就是 就有财政空间啦 假的没有财政空间的话 是不是把我们的民间储蓄呢 导入公共建设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对 那因为这个量化宽松的结果 我跟大家 跟总裁 你讲一个我的观察 台湾其实不缺资金啦 烂头寸很多嘛 你看刚刚银行的存款利率一直降 还有委员担心会付利率 所以台湾是不缺钱的 台湾的问题是钱没地方去啊 现在大家就说 房地产的交易现在也荡下来了 像前面两个月 各个六都的这个 成交量大概是去年 减了四十几个百分点 那你知道那成交量拒幅萎缩 好那先不讲 因为里面关系到这个房屋 房市的这个所谓的 住宅政策的问题 可是这么多的钱没地方去 因为台湾的产业前景在哪里 不知道 那要投资哪个行业 我们在这个地方 因为我们的生产劳动条件 已经不是 这个 后面的这一些国家 像中国啊像印度 他们的生产 他们现在的生产还比我们低啊 所以我们如果光是跟人家拼价格 不是去 不是去拼这个 创新不是去拼这个品质的话 光光是拼这个劳动力秘籍 是拼不赢人家的嘛 包括 那个 吴委员 这些 我们一定要排除投资障碍 就像那些 工业总会所说的五缺 更重要的是 要避免政策的不确定性 不要让投资人呢 承受政策的不确定性 这个是他很难投资的 这个原则大家都赞同啊 那什么叫不确定性 每个人的看法不一样 像我的看法就是我一直在讲的 把人家已经 敌玉角10%的 这个 这个 淫索税 然后去保留淫余 把人家溯及既往的减税减一半 本来人家是照法律的规定 在我来看这个就是不确定政治 然后 然后把民间资金 导入公共建设 或者是加强都庚 这个都是可以做的事情 他都庚 真的我跟你说很难啦 因为 只要有少数 的人不赞成 然后那个 法律制度越绑越紧 我现在不是跟你谈说怎么样弄经济 我现在的问题是说 全世界钱都这么多啦 就到处跑来跑去 他 大家都是想说 台湾是没有这样做 我别的国家以零为货 一直印钞票 结果这些热钱跑来跑去啊 因为没有地方去嘛 就是我报告讲过的 就是Speed of Effect 跑到其他国家去啊 是啊 其他国家就受受受影响 啊跑来跑去的结果 这变成说 我们台湾 因为要跟人家 也 我们也是要做贸易国家 所以我们也是要经济发展 所以 我们在这个地方 我们也是 不得已啊 就变成台币也要扁啊 啊不然的话 怎么办呢 因为印钞票人家会扁嘛 人家印多人家会扁嘛 那你台湾不跟着扁呢 你的销 你的制造成本就跟着提 移高啊 所以这个是全球性的问题 在想说 你你认为这个要怎么解决 拼命印钞票 就钱都没地方去啊 因为 我们国家的规模 相对的小 大概是 我们去影响 其他国家的力量 力道比较少 受到其他国家的影响比较大 是 所以我们一定要 自求多福哦 把国内的经济做好 自己在有能力的范围里面 把它做好 所以这个 全球的量化宽松 看不到他的镜 镜头在哪里 他还是继续 大家要一直拼命印钞票 这样什么时候才会有一个答案呢 这个量化宽松是在2008年美国的subprime危机 所引起的危机 到现在 这个gain就是在2008年美国的subprime 出代危机引起 是啊 到现在还没有解决啊 根源还是在于 人贪心 用坏的 不公平的契约 十几想赚钱 然后去伤害别人 就是 歐巴摩说的 Glady 所以我是觉得 在这样的状况之下 回到我刚刚讲的主题 我个人是认为 对于这种 衍生性金融商品 如果要到台湾来贩售的时候 国家应该要用更高的能力 来研究他是否公平 而对他有一个比较 高的标准 比较严格的标准来检视他 谢谢 我跟监管会来合作 好谢谢 谢谢 好谢谢 接下来我们 请赖世保委员之君 主席各位先进 请一下总裁 来总裁你好 我们看那个蔡英文主席啊 准总统啊 现在产业之旅到处看啊 昨天有蔡宋慧啊 什么时候去去你那里啊 包括赖委员呢 我想 看到报纸说 民进党的党部他有澄清 没有这一回事 没有说要跟周安洋座谈这一回事 我看到澄清稿 他私底下找你啊 蛤 会不会私底下找你 私底下找你 没有我 大选完了之后我见过 他也有 喜欢 高中 再次